2009年引起媒体追逐的一万两千人 直销路客团三月又来了 时隔了四年再度来台 这次赶在清明廉价前 分五梯次十条路线来体验台湾 主办单位声称估计会带来十一亿的商机 行前记者会大阵仗 交通部观光局还有八家的新级饭店主管通通到齐 四年前搭乘邮来台湾旅游的万人直销路客团 今年三月又要再度来台 这次是搭直航班机驻五星级旅馆 采取一个特殊的方式 让我们的客人可以搭计程车 到他想去的地方深度体验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的路客 我们的调查理解路客还是喜欢日月潭阿里山 但是第二次来的客人就有很多的多样了 他们对于台湾的特别的人文风俗 特别风俗特别感兴趣 一万两千元的奖励旅游 直销公司全额招待 好车能带来十一亿商机 不过指教团先前来台时 被指引过商机不如预期 还留下爱刷价 破坏景观等负面印象 尽管去年路客来台人数创新高 但引发的问题也不少 除了低价团销价竞争 榜团层出不穷 地位置疑 路客来台的经济效应被过度解读 过度夸大所谓GDP成长效应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我们必须还是要还原到真实的样貌 台湾旅行社借单 结果港资入资的购物点去接待 我们觉得其实到时候 这个钱还是落入外人田 我们觉得其实对台湾的经济也没有帮助 5月开始 观光局要将路客上线提高到7300元 还要优先核发优质团 希望可以降低旅游兼锋旗 热门经典负荷超载 路客爆量等劣值旅游 新航亚太电视陈慧尧张之轩 台湾台北报导